全副武装准备上场 这回形势局警方有了全新的设备 和以往一样 卓鲍特群队准备攻坚 但他们的视角成了这么样 不仅可以看见嫌犯躲在哪个位置 站着还是坐着都能看得一清二楚 而他们肩膀上也多了悬吊装置 小小的悬吊支架 却能让队员减轻很大的负重 也能减少因为体力透支换手的次数 除了能装在热险箱盾牌上 也可以配备在其他的盾牌 这些都是全台第一组的设备 两者加起来要价六十万元 自从有了这个悬吊系统以后 因为它不是只有单靠手背的力量 去支撑这个八公斤的盾牌 而是它还靠你的背 靠你的腰整个整个身体的背部 去支撑这个盾牌 那相应的你在体能上的损耗 就会就会比较不会那么大 另外还有雷射直颖器 有别于以往的红色灯光 绿色灯光对于人体的眼睛辨识度更高 也比较能够锁定出鬼雷位置 毕竟警示局除炮特勤的任务 多数处理速枪扫黑等等中大案件 相较之下更加的危险和高风险 在新设备的辅佐下 也让队员执勤上更加安全 TV新闻成本 欢迎这边台报导